你是一种好感 好感其实是一种邪门的东西 没有方程式 也没有所谓的社会规范去解释 什么就会令你有好感 什么就令你有恶感 并且那样东西是日日都可以不同的 时代不同 人的经验不同 也没有一个国际的同一标准 而大家只要谈过恋爱的话 都知道好感 其实是没有方法解释的 没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 去形容什么就会令你有好感 所以美也是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美其实是一种内化了 已经在你血液里面的一种本能 我想写歌词也是这样的 当你平时对美有某些转言 或者某些的流心的时候 那些东西已经在你的骨里面了 在很艰难的日子 你觉得人生最关心的东西 并不应该是艺术的日子 原来如果还存在艺术 是当你每一天都要为了生活 为了生存 去对付生活里面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时候 当你回到家 你还有一刻属于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那些艺术带来的美 暂时离开一下 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 是在等着你的 我是来自上不知多少代的人 所以我的生活里面 以前是有很多字的 现在想起来才知道 字对我来说有很多 不单止纯粹是拿着印刷上面的 一些感官上面的刺激 不同的纸有不同的味道 你拆开一张黑胶唱片的唱尾封套 纸印的唱尾封套 是有一种 只是用那种纸 或者那种印刷才有的味道 所以我一闻到那种唱尾封套的那种纸 我就有那种唱片带来的快感 纸作为一种媒体 会带来多几个不同的感觉 一些不一定的快感 起码是一种刺激 有摸的感觉 有闻的感觉 有看的感觉 人的记忆是有很多方面的 我觉得有纸的媒体 会带来的记忆是立体一点和丰富一点 我希望这世上不会有一天没有纸 王老师 芮 他死了 我上天 你有到了 他的飢厚 也是达的 我生命 他死了 你 下雨 他死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